我怎么有种感觉 这次 志军说的 可能都是真的 如果他真的失踪了 他会去哪呢 志军啊 你是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你别问 你就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喜欢 骗人 你肯定喜欢男孩 当然啊 如果是个龙凤胎 会更完美吧 你赶紧找别人吧 要不然耽误你 剩龙凤胎了 也是哦 好 你赶紧去赶紧去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对啊 我认真的 那我真的走了 走走走 赶紧走 好 我去找我的龙凤胎妈妈去了 如果志军说的都是真的 那他都是为了我 现在他一旦有了意外 趁有什么事发生 我怎么能原谅我自己此刻的傲慢 谁啊 我啊 姐 嘘 嘘 这你 嘘 朵朵 你听我说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你去哪儿啊 你别管 你找林志军吗 你知道菜在哪儿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么着啊 好了 你回去睡吧 对了 如果你大意问到你 女装什么都不知道啊 哦 好 我先走了 哦 我不能起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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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今天表现好吗 没等我叫就起了 赶紧吃饭啊 妈 大姨跟大姨父呢 李大姨感冒了 让她多睡会儿 大姨父在院子里活动呢 求妍 要不 你给马来的亲叔 打个电话问问 说不定你哥现在已经回去了 不可能 他护照还在我这儿呢 他不可能丢下我不管啊 他更不可能丢下他的爱情 那你说你哥怎么那么爱玩失踪啊 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太自私了 你真的误会他了 他两次逃婚都是为了安娜 我也希望他能够跟安娜 好好地在一起 你也别太担心了 说不定他现在 在跟安娜曾经约会的地方待着呢 我想 在安娜没有原谅他之前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是什么地方呀 那我怎么知道啊 人家的二人世界 我只是听安娜说过一次 好像在大山里 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像我说过一样 就是他 他只能称一个小草 像我说那时候 你会不会有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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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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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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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李志愿 李志愿 你醒醒啊 李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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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愿